花园里的秘密 猫小帅 我们可能要先走了 我们有事要走了 小猴 你自己玩吧 你们要去哪 也带我一起去吧 要不 我们带小猴一起去画布世界吧 画布世界 是画布里的世界吗 哇 原来这里就是画布世界 你们终于来了 花园里的花朵 好多多枯萎掉色了 还出现了很多小虫子 我们快想想办法吧 你是画布世界的精灵吗 你好 我叫小布 欢迎你来到画布世界 嘿嘿嘿 我是小猴 花朵枯萎了 是不是因为过了开放的季节呢 但褪色是为什么呢 可是前两天 还有很多花都是开放的 嗯 或许花匠这种职业 能解决现在的难题哦 准备变身 画布大世界 职业变变变 这也太神奇了 真的变成花匠了 现在是五月份 乌旺我和林兰的花期都是五到六月 不应该枯萎哦 你们快看 刚刚这一片的乌旺我明明没有枯萎 这片花园最近是谁在打理 很多花朵是不能种在一起的 如果强行一起种植 它们彼此都会受到伤害呢 没错 这里的紫丁香 林兰 玉金香 乌旺我都不能养在一起 它们靠得太近 就会加速彼此的枯萎 这些花应该是这几天才被种植到一起 脏脏自高 那现在该怎么处理呢 嘿嘿 小猴 今天你和我们一起来花布世界 可要干一些脏活累活哦 我们先把没有完全枯萎的花朵挑出来 分别种在合适的土壤里吧 哎哟 当个花匠可真不容易 太累了 后面的害虫还等着我们去消灭呢 哎 这里都是烟粉室 这种虫子能刺吸植物韧皮布的枝叶 导致植物衰弱 还会让植物的光合作用受阻 导致叶片萎缩 花朵提前凋谢 哦 居然都是烟粉室 脏脏可能施法给花田吃了农药 导致花布世界的花朵褪色 还让害虫有了抗药性 这可怎么办呢 不能用农药喷沙吗 先用沙虫剂喷洒 然后搭起大棚 使用高温闷沙法吧 快来大把手啊 大棚温度要在45到48摄氏度 相对湿度在90%以上 保持两小时 才能彻底解决这些烟粉湿 我们这样防止 还不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等冬天到了 我和猫小帅再来一次 给花园里种上烟粉湿 不喜欢的半耐寒蜜叶菜 这样就可以切断 烟粉湿的自然生活时 彻底解决这一片花园 烟粉湿的问题啦 没想到你们在花园世界 每天都这么累 下次还想来花园世界吗 下次变身超人的时候 再带上我吧 本来以为花匠只是娇娇花 食食肥 没想到还要了解 这么多专业知识 没错 花匠要有植物学的知识 熟悉各种花草树木的生长条件 还要能够治理病虫害 疫苗 栽培 培育新品种等 要经过一定时间的专业培训 和学习才能胜任呢 职业档案馆里 有收集到一种有意思的职业啦 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 点击订阅 Galaxy's